OK,那上节课跟大家一起实现了menu,也就是菜单 那这一堂课我们来一起实现一下Tourbar,OK 那Tourbar的话,我们目前我们只加了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两个 一个是open,一个save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加更多的 包括也可以用图片的这样一些icon,对吧 我这里是用最简单的这样一些button来实现的 那好,那我们就来想一想Tourbar怎么样去实现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课程里面 实际上我们是这儿实际上就是一个frame 然后在这个frame上面我们给它放两个button 一个button给它设置一下间距,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 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实现 这个颜色呢,这个颜色叫什么呢 这个颜色当然大家可以用颜色取色器去获取它的RGB的这样一个值 但实际上它有个名字叫light sea green 就叫什么蓝海色啊 好,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在这儿添加一下相关的这一块 short shortcut吧,或者叫tourbar吧 等于frame root height等于比方说25 给它一个height 背景色等于我们叫light sea green 叫蓝海色 然后我们给它上面的一个button 比方说是tbutton1 tbutton1等于button 或者就叫short button吧 等于button 然后这是我们的turebar吧 ok 然后文本是open 或者叫打开 short button 第2pack 直接给它呈现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左边的布局 ok 让它流逝布局 从左往右 然后padx等于5 就是间距 给它一个间距 等于5像素 然后pady 也等于5个像素 或者3个像素 这个都无所谓 好 然后我们再new一下它 short button等于button turebar 然后text等于保存 然后short button 第2pack 类似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side left 或者什么都不加 其实都一样的 它会自动的去进行流逝布局 ok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 我们就把它给实现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是我们现在想要的效果 运行一下 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turebar button的话 它的附容器 是我们的turebar 而不是我们的root ok 好 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fame看哪有问题 fame上面 未知的颜色值 这打错了 sea ok 再运行一下 好 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给它 fame等于root turebar 对吧 我们把turebar也给它显示一下 我们直接turebar.pack 这里都传一下参数 因为我是希望什么呢 我是希望它是这样子 整个填充满了的 明白我意思吧 我希望它整个填充满了的 所以我会用一个feel feel 再让它在x轴进行一个填充 然后这里给它一个参数 feel等于x表示它会在x轴进行一个填充 我们再运行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实现我们想要这个效果 对吧 当然了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参数 参数比方说expand 扩展等于no expand等于nofeel等于x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关了 正运行一下 ok这样我们turebar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清楚 所以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我们的菜单栏和我们的turebar这一栏 ok 然后大家可以下来去演练一下 当然具体的话这一块我们button还没有加上command 对不对 这也是后面跟我们的相关的事件去对应就可以了